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下面这四个工具 我们看这个符号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很眼熟吧 相信每一个同学在小学的时候都会用得过它 就是我们有名的钢笔 那行,钢笔工具是用于干嘛的呢 我们回到我们刚才这一块 然后我把它还原到历史记录的这一层 下面我要画一个图案 画个什么呢 前段时间刚过了7C,对吧 然后我们就画个爱心吧 在这里点一下 在这里再点一笔 点的时候我按下拉 咦,它怎么都说有两只小角 好,先不管了 有小角对吧 好,然后我按住out键 按住out键来调动这两个小角 会发现,咦,这里会变化了 但是这样变了之后 然后我们再来看 按住out键再来调这个小角 嗯,确实有变化呀 好,那我在这里发现干比的右小角有小匹 这是干嘛的呢 但我单击,咦,没什么效果 但是我发现它的脚去掉了一只 好,这小角是干嘛的 相信这会儿已经看出来了 那我们重新来一次 来,我把刚才的干比给它去掉 我们再来看 我单击这里 然后我在这里再点一下 我往上拉一下 好了,扭一小发 然后我在这下面这里再拉一下 然后我按住out键 把这个小脚丫 往上面撇一点点 然后回到大概这个地方 我稍微按住手标指点 偷偷一点点 好了,然后再来到这里 干比右面有个圈 那相信我讲选序的时候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圈就是闭合的意思 那我再一点 好了,这样就出来了一个 这个东西画出来的这一块 我们干嘛用的呢 仔细看右边 这里有个路径 有一个图层 有个通道 那么看路径这边 多出了一个叫工作路径 那工作路径是被选中的 但我不选中它是 我的新去哪了 其实是在这里 我点一下它就出来了 然后在路径就下面 这里有一个叫什么呢 选区 到单击一下 好了 我们刚才画的这条路径 它已经变成了选区了 那选区该怎么操作 刚才已经讲了 那我就不多说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干比工具 它非常的灵活多边 有很多的描点 描坠 比如说我抠扣这个人的这个身体 我完全可以像这样点一下 好,再来一下 不过这一下 这一下我往上偷一点点 然后按住alt键 然后往这个方向挪一点点 表明它往这个方向偏 当然我可以按住cnt键 把这个点给它挪上来一点 然后呢 我在这里 横着拖一下 拖到这个线在这里了 然后我再来到这里 往下拖一点 拖到它感觉差不多刚好融合 然后呢 我在这里 我只点一下 可以 好 然后在这里 我们现在就把它选出来了 怎么样 我是不是很帅哟 然后下面还有个自由干比工具 添加描点 删除最一点 和转换工具 其实 其实 这些工具 我刚才已经讲了 还有这个老师是耍赖哦 你明明没讲我干嘛要讲呢 那我们仔细看一下添加 来我点一下 添加一个 再添加一个 添加一个 好 转换工具 然后删除一下 我来到这里 点一下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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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 刚才其实我演示的时候已经用到 只不过我是用快捷键完成的 那么结合我们的Ctrl Alt键 就可以完成 那我们再看最下面一个转换点工具 比如说这里有一个点 那好 我们来看这个点 它的这个转换的角这一块 对 我们可以像这样把它来控制它 好 单独这一个角 我控制它 这一块 长一点短一点 我现在控制它 好了 那是不是刚才我按照Alt键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呢 我已经讲完了 好 这是干笔画路径 那干打开PS 干学PS的同学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我现在要干笔画一块 行 我画了一点 我再画这里 要说 咦 怎么情况 我只要它编吗 怎么会有个颜色 我再继续画 哎呀 我不敢画了 其实是因为 Photoshop它默认是形状 那么填充是前景色填充 我们也可以换其他颜色填充 也可以描边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像这样 画出一个很规则的一个图形来 或者我们自定义的图形 并且在图层当中 它会自动生成一个形状图层 那么形状图层 可以作为我们很喜欢用的智能对象 那么这具体怎么办 以后你们自己传过去吧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还是路径 这一像素的话 我就不说了 下一个看到这个T必然会想到一个词 叫text Photoshop已经给提出了横排文字工具 那么大家都知道绝对是写文字的 行我们单击一下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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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发现这个光标在散数 光标在散数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写 我们可以用我们不同的字体 像现在比较流行用的是微软 另外 我们可以改它的字的大小 比如说14像素 然后可以调字的颜色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来写小段文字 我们就写一句 你好欢迎光临 那现在我们的文字 前景色是橙色 好我可以调整其他的 调整白色 调整白色 好现在看不清了 那我们还可以再调整其他颜色 当然我们当学Photoshop的时候 会发现文字是这样的效果 为了能看清我把它用成黑色 好我们发现文字是这样的效果 这对于14像素放大的时候 会像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如果我把这个文字给放大一些 比如说我给它拉到个60像素 然后我把整个画布放到我们的实际大小 我们会明显感觉到这个文字有毛边啊 不喜欢它有毛边 特别当我们在做网站的时候 肯定不喜欢有毛边 那怎么办呢 别担心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选项 比如说这个稀利一些 锐利一些 浑厚一些 平滑一些 好 现在从Photoshop CC开始 增加了一个最新的 叫Windows LCD 这样的话可以让这个文字没有毛边 来我们再把这个文字图上也删了 最后来我们演个魔术给你看 我现在画一条线 再画一条线 再画一条线 这是干嘛呢 我就画了三条线 然后来到文字这里 当我把文字放到这个上面的时候 发现 咦 它怎么多了一条小波乱线 那聪明的人应该想到 我在波乱线的地方点一下 然后我来个 你好 欢迎光临 好了 现在CC的图上已经发现了 我的文字会自然跟斗着这张路径 就像这样就轴起来了 轴你 这文字就这样 排得好看一些 好了 我们把它去掉 来 我再把我的工作路径也给它删掉 下面我们再回头来看 文字工具下面有横排 比方有竖排 还有蒙版工具 来 我们在这里用蒙版的设计一下 我单击一下 然后来个 你好 OK 我要单击鼠标了 仔细看哦 我单击确定的时候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会把我的文字变成这样一段选区 然后当我填充颜色的时候 好了 各种各样颜色都出来 那当然 聪明的你已经想到了 我为啥不可以填充个渐变色呢 对吧 这样文字实际上非常好看 好了 我再回到概念这一层呢 我们来看文字这边 我简单的用干笔稍微画一小个层传 在这里 现在我们在想 上面有个移动工具 我用移动工具 可以移动像素点 我可以把图层给移动了 那如果我想移动这个路径 怎么办呢 没关系 路径这边也有个移动的 那我们就像这样 点一下 好了 我们可以移动我们的路径图层 那有路径 必然就会有直接选择东西 直接选择的时候 当我们单击它 OK 选动就是其中的一个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像这样 偷 改变它的形状 对吧 一个形状在这里 不仅仅可以移动它 可以改变它的位置 还可以改变它的形状 哎 想起来也挺惨的 它的命运都在我们人的掌握当中 那我现在演示了好半天 相信大家应该有一个疑问 曾经 我给我的学生也出过这样一个课程 我说 请问你能不能用photoshop 画一个等边三角形 好 有的同学会说 那当然了很简单 我三条线来描 但是问题来了 你是不是拿把尺子 再显示其他去描呢 不对 这就说明路径 我们可以画出各种各样的不规则图形 那当然它也会提供规则的形状 比如说在这下一个 那现在是个矩形 我们就现在画一条矩形出来 很自然而然 这个属性已经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要让它有点圆角 81像素的圆角 我们调一下 要让它的大小宽高 这些变化 比如说655的话 我现在改成600 然后呢 高度我把它改成200 这个位置的话 是相对于我的画布的位置 这些东西是非常想要去改的 然后呢 我现在让它填充的是橙色 我不想要它填充颜色 我只想要它描个边 比如说描一个红色的边 好 边的大小是比如说三点 还是多少点 零点 零点肯定不行 那么我让它来个一点 对吧 然后呢 这个线是什么样的呢 是虚线还是非虚线 好 我们描一下虚线 并且这个触点这一块 好 我不知道细数了 那么同样 在路径当中也有这四个选项 跟选须是一样的 我不再多做追溯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描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块 这个就是我们的路径这一块 那最下面还有一个自定义形状工具 我们可以发现在这里 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比如说我现在是个爱心 刚才唐学们已经发现了 我用个钢皮画个爱心 就画出来像个头子 那没关系 这回可以画一个标准的爱心 出来了吧 之后你们要是给另一半送礼物的时候 别忘了先把它设置好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路径的工具 最下面还有两个工具 这里有个小爪子 爪手工具 爪手工具干嘛的呢 其实说白了 就是来我们把画布给它往哪里移动一下 同学们已经发现我已经在应用它了 那么我应用的时候 你们发现我用的是其他工具 但是我也可以做得到 这怎么用呢 按住空格键 按住空格键的时候 这个键就已经变成了小手 然后我就可以拖动鼠标左键 不断的来拖动它 OK 很简单吧 好 爪手工具还有扩展旋转视图 来 哎呦 好恐怖哦 行 我们再来看这个放大镜 我要把这里放大 我点这里放大一些 我现在拖动 就可以放大一块区 那么有放大就是缩小 好 我再把它缩小一些 我常常拖动的时候 是放大 那么反过来就是缩小 对吧 那还有一个快一点的方式 按住out键 比如说现在是放大 我按住out键 它就会变成减小 我放开 它就变成增大 好 我在这里 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的用法 cc版本之前 都是用z加空格 那么cc2014开始了 改为了一个快点的h键 好 我们按住h键 当我单击鼠标左键的时候 我们看会发生什么变化 变小了 然后有个小宽宽 我现在看这个迷你 那我移到这里 我一放开 好了 它就把这一部分给放大了 我再按住h键 我再来看 看这个帅哥 那就放大了 是不是很好用啊 好了 这就是所有的工具 那最后这里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比如说这个前景色 背景色 那么RGB RGB的原理 大家应该知道R Red G Green B Blue 红 绿 蓝 三原色 也叫做三基色 那么说白了它是色光三原色 那我们在原料当中的三原色 红黄蓝 红黄蓝的话 其实是香西三原色 香西三原色和色光三原色 它到底是什么原理 你们去摆渡吧 这物理知识 我就不再多做赘述 行 有平底色 有背景色 那么这应该是默认为黑色白色 还可以对调 好 那我们的工具 就简单讲到这里